那不不来 歌手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唱出他们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热爱 动人的旋律让台下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台湾的经济快速发展 但在进步的同时 自然环境也深受破坏 而这场音乐会 就是希望社会大众 能对环境及社会多一些关怀 看到很多老房子一直在拆 很多大叔一直在被砍 然后这其实都回到 我们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 希望可以去关心土地关心环境 还有一些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 我觉得年轻人这种理念真的很棒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 为什么叫 对对对 表演者都是支持台湾土地 永续发展的年轻人 他们因为有共同的理念 而取迹在一起 其中一名来自屏东的歌手 带小军说 当他看到很多部分族群 都想对环境尽一份心力 而深受感动 这些歌手剧在这边 我觉得很感动就是 大家彼此分享自己 对待这片土地 那种很认真的情感 我们可以必须的 很认真的去分享 然后分享那个眼光 我去看你的眼光 你来看我的眼光 然后我们一群年轻人 我们怎么样透过音乐 然后带领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灵魂长大之外 然后也传达 可能会来听我们唱歌的这些听众 然后我们可以传达到他们的内心 草根音乐节 第一次在集集举办 成功吸引许多民众参加 大家对主办单位的诉求 也非常认同 不过这场音乐会举办场地 没有结合在地产业进行推广 地方人是认为有进步空间 我们现在办活动 有时候像说 譬如我们当然是产业 能够在里面的话会更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产业带动 和这个活动带动的话 能够相辅相成 有娱乐也有产业的部分 主办单位表示 虽然这次以单纯的音乐会模式 来呈现诉求 不过若民众能建立强大的 保护环境共识 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 若有老树老屋 能在这个场域中唱歌 跳舞或聊天 相信这种早期农村社会 才有的景象 应该是所有许多人 想要的生活环境 明镜需要华原怀 经济采访报道